蹦蹦跳跳 開心跟著媽媽去遊樂園玩 看似頻繁又簡單的出遊 對有些單親家庭來說 卻是難得的幸福 三立電視慈善基金會 特別選在新竹縣的六福村 舉辦單親家庭活動 帶著27個單親家庭一日遊 希望讓孩子與單親爸爸媽媽們 感受到滿滿的愛 我自己車禍然後身體不好 然後因為這個活動 我才能帶我小孩子來這裡參加 小朋友也期待很久 也讓我們家長覺得 也很開心這樣子 名作家苦靈黃月穗及三立財經台的 陳舒賢主播張亞方主播 到場擔任愛心天使 除了分享自身故事 也幫單親爸爸媽媽們加油打氣 苦我們可以苦中作樂 苦我們現在苦盡甘來 我馬上也要變成這個 雙親家庭了 所以總是 陽光會有出現的一天 請大家繼續加油 今天的單親可能是明天的雙親 最重要的是 讓每一個孩子 在這樣的家庭長大 不會覺得孤單 新竹縣社會局的處長 還有館長 願意親自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這是讓我們覺得說 這是一個溫暖的地方 能夠得到幸福 這個天空是開闊的 只要努力就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我很珍惜我們相處時光 所以我會跟他在共處的時候 一定會找出我們的興趣 共同的話題 然後多一些關懷 多一些正面的鼓勵 我相信新竹縣政府 對弱勢族群的照顧 每逢佳節的時候 我們一定 善盡我們的職責 邱縣長在社會公益 關懷弱勢上非常積極 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團體 一起溫暖需要幫助的人